夢境無實的話,就要進一步的放下對輪迴俗世的單著 也就是說,如果真正的見到一切輪迴法沒有精華實意 就像是夢幻一樣的話,那你對輪迴法就不會再有期待 也不會再有抑鬱期待而產生的恐懼感 它完全超越了期待跟恐懼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,就不會再受制於自他二元的分別 正是因為有自他二元的分別對立 所以我們把自己跟他人割裂開來,就產生了貪心跟稱心 在自他二元之下,無非就有貪稱的分別念 所以他說,下一句提到了斬斷愛憎,那個就是貪稱 應該要斬斷愛憎跟親人的聯繫 從根本所謂的斬斷這些聯繫跟愛憎 指的是根本上見到自他二元 實際上是不時有的時候 那麼就根本上刨除了貪心跟稱心的分別 這個是有個過程的,他的過程是必須要先升起世俗菩提心 透過勳修世俗菩提心,我們的我質得到了減弱 再來,逐漸的了知無相的智慧 透過了知心本來無相,最終能夠通達聖意地的道理 所以呢,要修心的開端